中国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19年4月13号星期六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送的亚太报道节目 我是何平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甘肃林下的一座清真寺遭当局强拆 多人被抓 海外维吾尔团体谴责中国当局发动网络攻击 自称五毛党主席的中国网红染香 向外国媒体哭诉丈夫在华被捕的遭遇 中国的新编学生字典删除词汇自由 引发民间不满 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大陆人士李毅 遭台湾政府强制驱逐处境 本台继续跟踪 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访美行程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4月11日甘肃临下回族自治州短一座刚落成的清真寺 突然遭到政府人员强拆 众多穆斯林在现场谴责当局的暴行 另有多位拍摄视频或转发上网的民众遭到警方的刑事拘留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临下回族自治州临下市折桥镇 嘎庄清真寺 本周四上午突然遭到数十人强拆 现场多端视频显示 清真寺内的墙壁门框被拆下 宗教用品散落一地 寺院外面的空地上停着多辆工程车 多名身穿官员制服的男子在场监视 强拆过程 众多穆斯林在场呼叫一名长者躺在地上 一位拍摄者在视频中控诉拆迁方的行为 优如鬼子进村 拍摄视频者还说该清真寺建成不过一个月时间 这几天突然有自称是共产党员的干部 沈政府的领导到嘎庄 本台记者就此致电 浙桥镇政府向一位官员查询 但对方拒绝回应 据寒冬杂志引述提供视频的知情人士称 该清真寺刚建成不到一个月 政府就雇用大型吊车强行破坏清真寺的圆顶 尖塔以及门窗 天花板在场的一位穆斯林说 政府声称整改清真寺是因建筑风格设阿拉伯化 沙特化 但当局事先未以当地穆斯林协商整改事宜 就直接强拆 一位要求匿名的当地人本周五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 在当天的伊斯兰主马日 正政府官员还要求一位阿红向穆斯林宣告 不要再转发视频和图片 而前一天拍摄和转发视频的多位穆斯林 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回族穆斯林安然对本台说 他也在网上看到相关视频 我看的这个拆迁的那个现场是非常惨烈 他的意思表达 我听的意思是说 政府反对杀话杀话 要求拆出阿拉伯市的这个穹顶 他们清真寺是同意的的 是配合的 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拆迁的过程是如此野蛮 不仅就是拆毁了这个穹顶 而且就是砸穿了他们的这个清真寺的大殿 他不知道这个拆迁会如此野蛮 那时候如果知道的话 他就有点后悔的感觉是 在西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去年也曾发生抗议强拆清真寺事件 去年8月新落成的宁夏韦州清真大寺 被指为获得适当的建筑许可证 被官员要求拆毁 事件一度引发数万名穆斯林联署抗议 更有数百名穆斯林在寺外竟做抗议强拆 中国宪法在理论上保障宗教自由 但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教堂和清真寺 遭到强拆或改建 按然说政府要求将清真寺的穹顶改成茶壶形 要求插上五星红旗等以突出中国特色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触分条例 明确严管党员新教问题 参与宗教搞煽动活动的将被开除党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随着中国当局在新疆的集中营 强制关押百多万穆斯林的行径 日趋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近日有海外的维吾尔人团体 国际社交媒体网站 更遭到疑似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星期三在推特表示 他们的脸书专页受到大陆网络大军攻击 数以千计网军除了洗版 也在信箱留下大量信息 内容围绕中国政府上月发表的新疆白皮书 强调新疆正被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破坏 而中国借尽国际社会反恐经验 在新疆深入开展去极端化斗争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李夏提 也归咎于中国当局 中国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是想将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舆论媒体 和编造的谎言 通过攻击社交媒体来误导更多的人 为了达到控制话语权 来以此用我们的网页 用我们的账户来宣传他们的这些卑鄙的行为 他们主要是发出的这些东西 都是赞美中国政府对于维吾尔所推行的极端政策 辩解这些极端政策 面对网军渗透 李李夏提呼吁脸书采取相应行动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Facebook组部高度采取措施 阻止这些中国有计划的水军对于我们的这个Facebook账户的这个西版攻击 Facebook这个网络公司的高度 希望他们能采取有效的措施 除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另一海外维族团体对话东突的脸书账号 据说也遭到网军洗版 与此同时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发文 赞扬爱国网军以行动对抗外界 对中国治疆政策的不实报道 香港珠海学院的伊斯兰问题专家 事件于指出 本月适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立15周年 估计这次行动是以警告大会为目的 但无论出手的是否中国网军 对于海外维族团体影响有限 这样做可能会造成海外维吾尔人 对中共更负面的感觉 最近这两年再教育营的问题 已经使他们重新整顿了 事实上以前海外维吾尔人有团结的问题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比较凝聚的在一起 他说海外维吾尔人 在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家都建立了网站 习板事件不会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嘎分 香港报道 在中国方面削减了约三分之一的项目造假之后 马来西亚星期五同意 重启此前被叫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中马双方各自究竟出于什么考虑 是否又在重新推动一带一路的工程 在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的采访报道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办公室4月12日发声明说 马中两方代表当天在北京就此前被叫停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签署了新的协议 东海岸铁路项目造价将从最初的160亿美元降到107亿美元 声明说新协议将使马来西亚受益 并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东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的核心项目 计划连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该国东海岸经济特区 去年8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叫停了纳吉布前政府 与中国签署的东铁项目协议 并与中方就合同条款重新谈判 马哈蒂尔认为该项目合同金额被夸大 可能存在贪腐行为 马来西亚出于什么考虑重新推动东铁项目 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 4月12日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 对此分析说 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的许多欠发达国家 急需基础设施建设 自然对来自中国日本等国的项目资金感兴趣 我认为推动重新谈判达成新合约的因素是 东铁项目已经投入的资金和完成的基建 该项目最初上马的原因 还有马哈蒂尔在选举期间 以及当选后表达的关切 马来西亚为此付出了太多 马来西亚能够要求更好的条件 这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不是一个中国或其他国家提供什么就全盘接受的国家 他们可以坐下来跟中国谈更好的协议 看起来他们已经做到了这点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马来西亚的重要地缘政治地位 令中国不惜血本 也要推动东铁项目的重启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 它的海上通过就是马来西亚海峡 如果连马来西亚都不加入的话 基本上它的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基本上确实就是遇到门口了 就遇到了阻碍了 但是另外马来西亚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在面对新疆的各种问题 引发穆斯林国家对它的这些批评的时候 那么它一定要把一些穆斯林国家 要把它给就是哄住了 那么所以马来西亚就成了关键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东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 约书亚·科兰兹科分析说 中国削减东铁项目造架 想向外界展现自己愿意倾听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关切 激动灵活的形象 不过除了项目造架 东铁项目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引发公众担忧 其他的一些关切 是关于合同的不透明 如何签署合同 如何建造 谁来建造这些工程 还有其他一些担忧 与前任纳基部政府的贪污有关 对于马来西亚东铁项目的重启 华盛顿智库 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 艾伯评论说 这一最新进展向其他国家表明 与中国谈判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达成更好的协议 是有可能的 不过艾伯指出 更便宜的项目不一定是更好的项目 他认为 围绕某个项目 考虑来自日本 韩国 美国 澳大利亚 等各方的报价 然后继续推进项目 才是各国的明智之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亚太报道 华裔网络作家杨恒均的妻子袁晓亮 曾是中国网络的红人 以支持中共和一党专制 贬低民主制度 被称为大五毛 他今年一月 夫妇两人从海外返回中国时 杨恒均被抓 袁晓亮最近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 哭诉自己至今 不知道丈夫的境况 并且还要求澳大利亚政府 解救他的丈夫 从五毛到专制的受害者 袁晓亮究竟是否值得同情 下面请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网上有很多视频显示 袁晓亮经常发表 维护中共专制独裁政权 大肆诋毁西方民主自由 以及反民主的言论 因而享有大五毛的名声 而他自己似乎也认同这个称呼 他在其中的一个视频中说 人们把他这样的爱国者 称为五毛或爱国贼 在另一个视频中 他在回答一位记者 有关多党民主制的问题时 回答说 他觉得美国似的制度 在亚洲没有成功的例子 并说台湾的民主 似乎只体现在两个党 在不断地吵架 今年1月19日 袁晓亮与丈夫杨恒军及女儿 从纽约抵达广州时 杨恒军在机场 被中国国保人员带走 迄今被关押着 袁晓亮4月8日接受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的采访时 讲述了丈夫在广州机场 被捕的经过 说当时有几名标刑大汉 以证件有问题为由 把他们拦住 然后把杨恒军带走 而他和女儿随后来到上海 但当局不让他们离境 袁晓亮哭着诉说 丈夫被抓去后 自己迄今毫无音讯 袁晓亮呼吁澳大利亚政府 帮助解救他的丈夫 在网上很多有关袁晓亮的评论 都颇有讽刺意味地指出 他过去作为大五毛网红 经常贬低民主制度和国家 极力赞赏中共专制体制 现在自己遭受这个体制的迫害时 却怪罪澳大利亚对他丈夫的人权 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古毅 旅美中国学者谢选俊也指出 他的处境应该得到同情 他这个个案是很复杂的 普遍来说 他肯定是中国缺乏人权保障的情况 在这个案子上也有体现的 基本人权那就是所有的人 包括坐在监狱里的犯人 或者等待处决的死刑的人 他都应该享有的一个基本的人类的待遇吧 这个是应该是 比名为杨恒均的作家杨军 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多篇 有关公民社会和民主的文章 今年1月杨军去中国时被当局逮捕 事后中国政府证实 杨军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监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中国的网民发现 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学生字典当中 有关生字字的介绍 只有自尊 自卫等词汇 却没有自由一词 这一现象引发了中国民间舆论的嘲讽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本周有新浪微博社交媒体网民披露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编学生字典中 学生如果查找字的意思 就会看到字典中有自卑 自卫 自豪 自谦 自信 自愿 自重 自尊 自得其乐 自欺其人 自取灭亡 自作聪明等词汇 却没有自由 为了引证网民的说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就此下载了 新编学生字典电子版并输入字进行搜索 得到的结果以上述内容相同 有词主 滋味而没有自由 有微博网民评论道要问问专家 自由哪里去了 网民芒果留言道 自由太奢侈了 公民社团写道 让你天天自卫忘掉寻找自由 贵州大学前经济学教授杨烧正 本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 采访时表示出现上述情况 只有两种解释 一是自由一词 被字典编辑人员疏忽 另一种解释是 第二种可能性呢 这可能不是遗漏的 就是官方刻意的要求 不要把自由技术这个字典 进行解释 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 第一种可能性是比较大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第二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大 就是咱们害怕自由 害怕人民 害怕学生知道这个自由的意思 据媒体报道 该出版社在2013年时 旗下出版的新华字典 同样删去了自由一词 不过在2004年版 2010年版中还能查到自由一词 新华字典对自由的解释是 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随意安排自己活动的权利 不过伟纪百科对自由的解释是 自由包括各国宪法规定的 言论信息自由和新闻自由 当然还有其他的自由 例如思想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法律概念上则以宪法来保障人的自由权 自由在民主政治中又体现为一种精神 就是对什么是正确不那么确定 但是会守护有选择之自由的精神 北京学生家长郭立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学生字典没有自由词汇很正常 不管是编字典的还是说创造这些字的 记录这个历史 绝大部分人都是你来顺受 他们习惯了这个制度和这个环境 他们没有概念 没有自由的概念 一看到自由就害怕 就感觉就是反党反国反人民的 实际上这是非常愚蠢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的原因 也有网民批评政府对学生采取洗脑式教育 让民众从小不了解自由的真正内涵 网络活跃人士西域武僧对此表示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 自由也是一种社会概念 自由是社会里每一个人的权利 以自由相对的是奴役 西域武僧说 新编学生字典删除自由词汇 也许是一个开始 社会没有自由就会出现奴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这是中国歌手李志演唱的进歌 人民不需要自由 有报道说李志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全面逢杀 原因不明 据台湾的中央社援引中国知名音乐视频自媒体 环球音乐榜微博星期五发文说 歌手李志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被封 多数音乐网站将其单曲下架 李志网页也被删除 不过李志演出团队的官方微博334计划 目前没有受到影响 李志本人则表示对此并不知情 李志曾创造过不少进歌包括今年六四事件的广场 1990年的春天 嘲讽专制统治的人民不需要自由等 他的歌曲和演出曾多次被封杀 4月初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通报说 今年2月曾紧急叫停了某行为不端知名声乐演员 在四川的23场个人巡演活动 有媒体报道说这位声乐演员就是李志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日前发布了首张宇宙黑洞照片 但这张照片却被中国的图片商视觉中国列为版权并且收费 事件引发舆论反弹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的采访报道 根据理论黑洞是拥有超强引力的物质 连光也不能逃脱 科学家一直以多种间接证据证明黑洞存在 但从未见过黑洞的真身 超过200名科学家自2012年起展开探索黑洞计划 星期三公布的首张黑洞照片 集合全球八部天文望远镜数据组合而成 而这张画时代的照片却在中国引起了风波 有网民发现商业图片平台视觉中国 星期四上午把黑洞照片加上网站的标签 想下载就要付钱 网站里的中国国旗国徽图片也有明码标价 有关消息引起争议 视觉中国官方微博当天下午发声明 指视觉中国获得非独家授权 照片根据版权人的要求 未经许可不能作为商业类使用 网站其后再就出售国旗国徽图片致歉 称图片由供稿人提供 强调以后会加强审核 事件引起共青团关注 在官方微博点名向视觉中国提出质疑 当晚官媒人民日报与官方新华网也相继在官方微博提到此事 新华网的评论认为 保护版权是社会共识 但不能为了利益滥用版权 以版权之名图利益之实 专门处理版权相关诉讼的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佐盛高认为 代理人未经授权销售黑洞照片 是违法行为 所以中国它肯定不属版权人 原权权人应该是在境外的 但是这个版权在中国是受法律保护的 共青团微博的截图可以见到 视觉中国把中国国企与国徽的图样出售 收费从150元到500元不等 到星期五事件继续扩大 天津市网信班发公告证实 已经约谈视觉中国网站 并原因网站负责人表示 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 视觉中国发言人向本台记者证实 网站已暂停运作 上海网民王先生认为 这场风波是中国现状的真实写照 据观察者网统计 过去六年 视觉中国以及子公司总共涉及上千起诉讼 涉及著作权权术 侵权或者网络传播权纠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来自台海对岸的消息 台湾女艺人许维宁日前点赞一篇 辱骂大陆人的网贴 遭到中国大陆网友的抵制 许维宁虽然两次道歉 甚至还写下了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不支持台独 我讨厌分裂等等 但尽管如此 星期五还是传出了许维宁 在大陆拍的新戏摩天大楼 被更换角色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徐伟宁风波 原起于一篇贴文写着 阿六仔满道炸开的地方 这时候我们突然爱国情操爆棚 来自台湾 而且台湾还强调两次 底下有大陆网友留言点破 阿六仔等于426 是台湾人咒骂大陆人的话 徐伟宁被大陆网友贴上标签 指他对一篇有侮辱大陆字眼 并且设台独立场的文章点赞 徐伟宁11日清晨2点 立刻在个人微博发表一篇道歉文表示 自己犯了一个奇蠢无比的错误 平时只是习惯看图 不太习看文字 看图就习惯性点赞 徐伟宁除了道歉之外 还自称阻击在中国安徽 海峡两岸都是一家人 这一篇文章大陆网友却不领情 眼见风暴未见停歇 徐伟宁在透过央视节目 中国电影报道的官方微博 在发表亲笔手写信加码强调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不支持台独讨厌分裂 喜欢大家和睦相处 大家可以批评我骂我 因为我确实做错事 徐伟宁文莫再次向所有人致歉 徐伟宁连番致歉换来的是 台媒12日传出 徐伟宁下个月原本要到大陆 排新戏摩天大楼 没想到前一天已经遭到换脚 中华演艺工会理事长 慷慨12日接受本台访问师表示 这是网路上的事 他要艺人不要管这些事 做好艺人的工作 慷慨说 从事演艺工作的人 很多人不了解 自己在从事的行业危险有多大 慷慨提醒 艺人不能乱讲话 一讲话就被贴标签 很多艺人讲说 工作就是工作 赚钱就是赚钱 把这些说好最重要的 你相信想听 有什么你管人 怎么讲的问题在呢 对 那你到底怎么会被查到呢 这怎么会被人知道 怎么会被知道呢 被大陆知道呢 民进党立委林静怡周五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台湾有种舆论认为 我只要不要做惹中国不高兴的事就好 林静怡说 所谓的不受到威权伤害的自保 只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维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第二希望中国未来能走向自由民主 现在的中国用各种维权方式在全世界予取予求 大家都会讲说 那不然我不要这样就好了 其实你最后你就会发现 你这一步不敢踩出去 那一步不敢踩出去 这一步你想说 啊 可能我不要这样 他就不会生气 你最后你就会说到墙角 你再也走不出来 在徐伟宁之前 被逼表态为中国人的台湾艺人欧阳娜娜 上个月25号上央视接受专访 并且还唱了一曲《我和我的祖国》 祝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曾经鼓吹武力统一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李毅 12号清晨被台湾政府 以参加了与签证不符的政治活动为由 强制驱逐境 李毅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负责人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 都同时喊冤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移民署认定李毅申请赴台观光 入境后却从事与许可不符的事项 限令出境 移民署署长邱峰光12号受访表示 今天凌晨零时35分 在南投竹山的民宿查获李毅 随即我们要到机场来执行强制出境的行动 李毅12号清晨被送上7点25分的班机飞往香港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岳阳采访说 李毅喊冤说 他没听过也不认识什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更没有答应要去游行和演讲 而且本届论坛主讲是旅美社会学家李毅 哎呀 这个他们没人给我说这个事 我光知道要吃饭呢 我不知道要什么主讲 而且那上面确实没写时间 没写地点 没写我讲话的标题 对吧 被问到台湾政府以李毅曾经鼓吹武力统一台湾 有危害台湾安全之余 而且一经强制出境 未来将管制其入境 李毅强调 在全世界 在美国 在大陆 他这套论点讲骗了 都没事 在台湾却闹得这么大 真是活见鬼了 李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四条路 和平统一 武力统一 和平台独 武力台独 那必须要武力统一了 那你不武力统一怎么办呢 那也没其他办法 李毅表示 他11日去爬了台湾最高峰的玉山 电话不通 下山了 在小旅馆才发现出事了 台湾警察在找他 他认为既然不受欢迎 人要脸 输要皮 就想尽快离开 李毅发表离台声明指出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同属一中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他不慎爱台湾 李毅表示 这是第四次到台湾 前三次都是组团接待 这一次是受到朋友招待 自由行 人自由不是好事 一自由就出事了 对于李毅说 不认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也没有接受演讲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工作人员王先生 12日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没有同意 我们不会邀请他来 那他怎么讲 我们不知道 没有这个原因 怎么他会被 怎么他会被解冲出境呢 王先生还说 李毅与该会理事长 陈景泰是旧事 李毅说他是旅美华人 到台湾很多次都没问题 王先生提到 李毅教授虽然他讲武统 不管他怎么讲 我们听人家的意见嘛 合不合理 所以那你们是赞成武统吗 你们是算会宣扬武统 我们没有战争红统 我们战争和平统 我们题目叫 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班 你没有知道战争的可怕 你怎么未来来的和平呢 他谈 如果我们拒绝和平 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要警惕啊 王先生反问 如果共产党垮台 中国大陆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 跑到全世界乱窜 会不会造成全世界的灾难 对于李毅表明 不认识统促会 也没有受邀演讲 台湾一名灵性出租车司机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不以为然的说 没有那个勇气去承担 他要来做什么 你都敢说 要叫中国解放进来 杀掉台湾两千三百万 然后再解放进来三百万 不要脸 自己还拿绿卡 还拿美国的 还叫我们跟他统一 笑死人的 自己都跑 先跑 然后叫我们去统一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 12号受访强调 台大教授李茂生 则在脸书说 应该比照欧阳娜娜 和周子瑜 让李懿在机场公开宣誓 他爱台湾 中国不应该武统台湾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台北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 4月11号 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发表了闭门演讲时说 台湾唯一的军事威胁来自北京 两岸必须寻求和平共存 另外韩国瑜还重申了 两个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的决心 不要怀疑北京收复台湾的决心 当天晚上 韩国瑜在会见当地台湾侨民时 还呼吁他们明年一月大选 回台湾投票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 发自波士顿的报道 韩国瑜4月10号抵达波士顿 并于第二天前往哈佛大学进行闭门演讲 他所住的酒店当晚发生意外 凌晨4点一度火灾警铃大作 董森前往哈佛大学之前 韩国瑜表示 这可能是有人恶作剧 用这个方式来欢迎他 对 我想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真正的消防设备坏掉 第二种是恶作剧 让我们睡眠不足 今天到哈佛演出会非常的失常 我不晓得是哪一种 哪有这么巧 我们一辈子第一次来波士顿 第一天晚上睡觉 第一次躺到床上 凌晨4点 4点02分 这个火警 警铃大作 我觉得太巧了 我不想去猜了 不过酒店方面否认警铃误响 是人为因素 只是消防水压过低 导致的设备技术故障 韩国瑜表示 这次行程早在1月份就已经安排 但由于最近几个月 台湾政治形势出现了很多变化 因此他的美国之行引起不少猜测 他表示 他在哈佛将与多名学者进行讨论 除了经济和经贸话题之外 也将讨论是什么因素 导致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选举 有出人意外的结果 有记者追问他 对一国两制的看法 他并未直接给予回答 我已经强调好多次了 而且还摸着我的心脏 今天摸额头好不好 台湾大多数主流迷 完全不能接受一国两制 本身属于国民党阵营的韩国瑜 去年底在传统上的民进党地盘 高雄市参加市长选举 结果一举成功 并在台湾掀起了一场寒流热潮 随后他前往大陆三个城市访问 尤其是在香港进入中联办 与大陆国台办官员见面 引起了很多争议 消息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时 对台湾的未来提出了20字的方针 即国防靠美国 科技靠日本 市场靠中国 努力靠自己 而对有关美国军售 和其他涉及外交方面的问题 他一概以身份不适合为由拒绝回答 2020年台湾将进行总统大选 目前国民党方面 并未出现热门的候选人 因此不少国民党支持者 希望韩国瑜能够出来参选 在4月11号 波士顿台湾桥节 为韩国瑜举行的欢迎晚宴上 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虽然包括支持者和记者一再追问 韩国瑜始终没有回答 他是否会参选总统的问题 这表示一切会等到回台湾之后才能决定 但他强调说 明年台湾大选对中华民国的未来十分重要 希望在海外的侨胞 能够踊跃回台湾投票 明年真的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战 希望波士顿跟各界的侨民朋友 跟我们中华民国永远的紧紧的站在一起 来一直维护爱护我们中华民国 好不好 12号韩国瑜将飞往洛杉矶 参律两大阵营的台湾人士有共同的看法 下面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韩国瑜从4月10日到17日的八天访美行程 虽然到达旧金山湾区后 有安排参观高科技公司和与高科技人士聚会的日程 但主要日程是参加美国东西两岸两间大学的著名智库 为他举行的会议 旧金山湾区知名国民党人士杨海平认为 韩国瑜这次来美国 肯定是为2020年参选台湾总统做准备 杨海平说 他来美国建智库 这个智库里面都是代表美国政 美国政客的后面的那个智囊 哈佛大学是美国民主党的智库 胡博研究所是美国共和党的智库 建了智库 他们对他评估就会给他打分了 杨海平去年11月曾回台湾到高雄 为韩国瑜助选 他谈对韩国瑜的印象说道 韩国瑜是个人聪明反应快 他最主要有信仰的人 他反共有忠 他也知道中共是随时想要统一台湾 可是台湾人民老百姓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也没有变 他说我们是要追求和平跟经济的发展 他的理念是很好的 台湾的老百姓除了深绿地讨厌他之外 基本上都很认同他的讲法 杨海平认为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韩国瑜一个人救了国民党 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非韩国瑜不能战胜民进党 因为他才能帮国民党复兴 其他人都是没有用的人 吴敦义有2%的民调 王金平6% 朱立伦很窝囊 习近平在元旦就是讲对台湾要动武的那个话 朱立伦两天不敢讲话躲起来了 就这种人没有资格选总统 他没有担当 因为他的家人跟大陆做生意 有太多经济往来 对于韩国瑜访美的目的 九地山湾区台湾人社区绿营人士 台湾侨务咨询委员李文雄 与蓝营人士杨海平的看法一致 他来美国我心里都很清楚 他要选台湾的总统 会得来美国让美国认可不可 台湾任何人选总统 都要到美国来接受面试的 因为美国的支持影响很大 他在哈佛或者是跟我的演讲 一定会触及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如果他的想法还是九二共识 要被统一 他选总统 就算政治体力也是会不容易选上 因为台湾人绝对不接受九二共识 台湾人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 李文雄指出 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近五个月来 很多时间都不在高雄 东南亚 香港 中国 美国到处跑 他不是外交官 他是一个市长 他应该专注高雄的市政 李文雄说 自由亚洲电台 亚太报道 今年来中国制造2025科技强国 自主创新等战略 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发展的姿态 但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也就国家安全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对中国提出了越发尖锐的质疑 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日前表示 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 两国企业应不遗余力地 继续捍卫自由贸易体系 下面请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的采访报道 不难看出 中国高新产业近年来的发展速度 令人惊叹 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 去年中国研究开发经费 支出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 较同期增长了一成多 这个数字超过了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 研发人员总量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均居世界首位 但就在中国科技创新指标 逐年攀升的同时 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 高新产业政策却有不少批评 包括长期限制市场准入 强迫外企转让核心技术 对本国企业进行巨额补贴 而这些违反国际贸易秩序的行为 也是美中贸易战的重要导火索 美国前国防部长 国际商务顾问公司 美国科恩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 周三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 美中创新论坛上表示 目前两国贸易关系 出现显著失衡 糟糕的是 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 前国务卿基辛格等 美国政要都在表示 贸易系统已经失衡 中国并未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重新平衡贸易关系 早在美中贸易战于去年下半年 正式打响之前 华盛顿在2017年就启动了 针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调查 而这个源于美国贸易法的301调查 可以让美国对被认定实行 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 采取提高关税 限制进口等报复措施 由于发展高新产业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 财力和时间 知识产权保护 也就成为国家科创政策中 尤为重要的一环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在论坛上强调 捍卫全球贸易规则 仍应是两国谈判的重中之重 我们或许都有这样一个共识 那就是严格履行对世贸组织的承诺 应是美中两国的良好出发点 我们也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与中国副总理刘鹤 在这方面做出的谈判努力 表示感激 随着美中贸易谈判进入冲刺阶段 有舆论认为 华盛顿应该严格区分贸易政策 和国家安全政策 并举例说 特朗普政府绝不该把美国 可能对华为实施的制裁 纳入贸易协议框架中 但美国前防长科恩认为 贸易和国安实际上很难实现区分对待 但艾伦和科恩都认为 尽管在美中关系渐趋紧张的背景下 呼吁两国进行脱钩的言论甚嚣成上 但实际情况却远比这样激进的提议复杂得多 鉴于两国产业链 投资及销售市场已经高度融合 科恩认为 单从贸易脱钩来说 就是不切实际的 我并不认为你可以区分国安和贸易政策 我试图向我的中国朋友和伙伴传递一条信息 那就是两国企业持续捍卫自由贸易和亲中政策至关重要 埃伦则指出 美中两国目前的摩擦很大程度上来自创新 国际安全 自由贸易 这三大议题的博弈 而双方就这些关键问题所做的谈判交易 产生的影响力将远远超出美中关系的范畴 科恩最后坦言 尽管他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会推进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 公平竞争感到欣慰 但最大的问题是 北京当局是否会切实履行他的诺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四 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晤 韩方也就促成再一次的特金会表达了立场 下面请听本台驻韩国特约记者刘水的采访报道 会谈当天 文在寅在白宫表示 去年新加坡美朝收纳会谈之前 由于朝鲜的核武核导弹试验等 半岛处于一触即发的军事紧张状态 特朗普总统为此与金正恩进行直接对话 由斯大夫缓和了紧张局势 因此使特朗普总统卓越的领导能力 扭转了半岛局势 这次他必须感谢特朗普总统 他接着说 他说从对立场来说 河内美朝收纳会谈的破局 虽然有些令人失望 但却是为了迈向更大协议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下重要的是持续维持对话机制 让人拥有第三轮美朝收纳会谈 将会在近期里举行的期待 时尔方面认为 这计划是这次美朝收纳会谈的主要目的 据KBS电视台报道 清华台国安市长郑一龙在会谈后表示 他说韩方在收纳会谈上告知了 将会与近期里促进韩朝收纳会谈的计划 并核实了与特朗普总统就此会进行紧密合作的意志 这一发言被收尔方面认为 韩朝对话获得了美方的支持 也是受到美方委任的表现 该报道还说 美方在与朝方讨论大交易的情况下 不准备接受韩方提议的 重启开城工业园区运作 和前往朝鲜金刚山的旅游 特朗普总统说 他说可以做出很多小交易 一步一步的进行解决 不过我们现在谈的是大交易 大交易使朝鲜必须全面契合 所谓的大交易是指 朝方全面废除核武和导弹 将以拥有的核武器和导弹等 大规模杀伤型武器运往美国 然后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核武检查 并安排朝鲜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 不再从事与核武相关的工作 相对的另一概念小交易 这是朝方提出的分阶段 同步进行无核化 舒尔的专家认为 就推动无核化的这一大小交易的分歧 也就是核内会谈破局的主要原因 对于上述的美韩首脑会谈 舒尔方面认为 这是一次没有具体成果的会谈 胡锡大学教授全家林表示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假如说韩美同盟关系 是非常好或者是非常巩固 何必要去呢 打电话就是聊聊 就可以了吗 这就更证明韩美同盟 就是更巩固的意思 他认为 花三天的时间访问美国 只为了谈两个小时 并且是一个没有联合声明的首脑会谈 这应该是韩美两国在无核化进程上 一件分歧的表现 不过另有专家认为 美国若想解决炒核问题 不能一味的只强行要求朝方接受大交易 既然委任文在寅总统 在美朝之间进行斡选 美国应该做出了一些账簿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旭 首尔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 蒙古族历史学者 作家拉木扎布 上周在中国内蒙古的西林浩特市 出庭受审 他被控制罪名为民族分裂 破坏民族团结 以及参与所谓非法出版与发行 法庭当天没有做出最后的宣判 据海外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4月11日发布的消息 今年75岁的拉木扎布向该中心发出了一份录音声明 他表示 本月4日在西林浩特对他的庭审 是一次典型的关门审理 他的家人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旁听 他本人也被剥夺了请律师辩护的权利 出席庭审的只有三名法官 三名检察官 他的汉语翻译和他本人一共8个人在一间小的审判室内 门关得紧紧的 拉木扎布还在录音声明中披露 对他的庭审是在内蒙古自治区更高当局的直接指示项进行的 深圳星期四一场暴雨引发洪水 到星期五已导致河道工人9人死亡 两人失踪 福田区水务局的消息说 施工单位对降雨存在侥幸心理 麻痹大意酿成了悲剧 事故发生于罗湖区西湖宾馆 东湖宾馆 以及福田区凤唐河香蜜湖路段附近的河段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 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关注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rfa.org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欢迎来信 来信请寄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何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